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变成一方大大的产业 以豆美食应豆致富 以防风味的延续 离不开时间的积累 与人类的探索 方寸豆干中 潜藏着大地物产的传奇 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金色招牌 让我们一起走进碎宁 去听一听豆子的故事 与豆子相关的美食印记 深深地烙印在 碎宁人的童年时光 在他们的成长中 新手相牵 更续这一方物产传奇 从磨豆到煮浆 他们的加工方式大致相似 却又能在不同的工艺里 生发出千百种口感与口味 炎炎夏日 来上一碗软糯滑嫩的豆腐能 一勺入口 鲜爽滋味在口腔中释放 幸福就是此时此刻 收益于当地大面积的大豆种植 豆子品成为碎宁人的最爱 在安居区现代民营园区里 一笼笼心般的土壁上 播种机伴随着轰鸣的机械声 穿行在一排排玉米袋间 这就是四川大力推广的 玉米大豆代状复合种植模式 也是一项基于传统的 肩套做方式上 创新而来的技术 采用二到四行 小猪具密质玉米袋 与二到六行 大豆代间做套种 年纪间交替轮座 在适应机械化作业的同时 也能让作物和谐共生 一记双手 现在我们农场的 大面积剥面已经结束了 现在都是小面积的收尾工作 在去年这片地呢 我们是200亩的试验地 就第一年运用大豆玉米 大豆腐货荷种植技术进行种植 那我们玉米的产能达到485公斤 然后大豆在130公斤左右 然后今年的话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量荒地 然后也进行了一计划改造 我们就还是争取能够达到去年实验地的标准 凤欢 一名年轻的农场主 在花一般美好的年纪里 他选择回归农田 用心耕耘每一片土地 细心呵护每一颗幼苗 眼前成片欣欣向荣的农作物 便是凤欢最满意的作品 依托强大的科研团队指导 与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当地诞生了很多 像凤欢这样的农场主 我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当地的农场主 安居区为推进大豆产业发展 安居在累计增加补贴120元美梦 使美梦达到330元的补贴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与种植府的共同努力 共同促进安居区大豆产业发展 在安居区 穗宁大豆现代农业园区总规划 已达到了207.2平方公里 庞大的种植规模与优质的气候地理环境 让穗宁成为了全国优质大豆产区之音 从播种到收获 一株株大豆就这样在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 随着豆秧的成熟 豆甲自然裂开 一颗颗圆润的豆子又踏上了它们新的旅途 从一粒小小的豆子 带到餐桌上的一张张豆腐皮 你知道这里面要经历多少道工序多长的时间吗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吴姐一起去了解一下 遂宁豆腐皮的制作过程 好 做豆腐皮啊 首先就是清泡豆子 泡豆子要泡多长的时间呢 长这个季节嘛 差不多四个小时嘛 用冷水泡嘛 冷水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泡好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泡好了豆子 你看嘛 看起已经长长的 而且还很饱满 对就是看着有点是那种亮晶晶的黄金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 现在就可以放到机器里面直接抹浆了 从前磨豆浆的过程大都采用石墨 吴姐告诉我们 因为豆腐干庞大的销售需求 传统石墨已无法适应我们如今的生产需求 十多年前 大大小小的商家就已经用机器替换掉了石墨 磨好的生豆浆煮沸之后 还需放入纱布中缓慢摇晃过滤掉豆渣与其他杂质 来小陈你把这个拿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过滤出来的豆浆 现在就要你负责帮我搅 就是搅拌它吗 对把它搅拌起来 然后我就用我这个瓢里面的这个单水 但是我看起来它像是就是普通的白水 这个不是普通的白水 这个是单水 对 专门来拧骨豆腐的 由豆浆变成豆腐 变成豆花 就是这个水倒下去 然后这个豆浆就会变成豆花 对对对 单水滴落进豆浆 铁勺翻转之间 豆浆就逐渐变得具有颗粒感 静至片刻 小小的颗粒就爆成了团 这是一种让蛋白质凝聚 并与水分离的化学反应 俗话被称作点豆花 而且这个四四方方的木头架子 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木头架子就是我们煮豆腐皮 煮豆腐皮的一个模具 模具是吧 对对 我刚刚看它就是这样摆在这里了 对 那我们是怎么去弄这个豆腐皮的呢 接下来这一步来我操作给你看嘛 好的 首先要把这个布这样子铺好 像这么这么铺上 然后把它 对对 把它铺在这个木具里面 对 铺到木具里面 然后把它捋一下弄好 嗯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刚才淋过这个豆发 嗯 这么摇进去 这么摇去倒下去 就直接倒在这个布上 哇 对对对 哇 这个感觉是肉质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它让这个豆花铺满在这个木具上面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把它包装了 就这样子 把它盖起来 所以到时候等会是它怎么会怎么会变成豆皮的呢 它经过压榨 就是要用机器去把它压扁 对对对 现在就包好了 这次算是一张豆腐皮了 到时候出来都是一张豆皮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 重复刚才的那种 又继续瀑布 就这样一个模具可以做很多张 做很多张 对 贤熟麻溜的动作 是无解这么多年制作豆腐干的经验与底气 从一颗颗豆子到一张张豆腐皮的善变 不仅是时间的艺术 看似一个个简单的步骤里 凝结着人们对一方本土风味的创造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压榨好的豆腐皮 就是我们把那个豆腐压扁了 过后的豆腐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呢 把这个布撕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撒的那个豆花的那个豆腐 它好薄啊 对 小了嘛 大家看这个豆腐感觉很薄 然后还可以透光 颜色就是一种黄沉沉的 还有一种豆香味 卤水的熏煮是豆皮端上餐桌前的关键步骤 切细丝之后拌入调料 让豆皮最大程度地与佐料进行接触 从而做到丝丝入味 正宗的碎银豆皮以薄嫩为主要特点 色泽油亮 纹面细致 口感富有弹性 味道香 且质地柔软 小菜 那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煮出来的无香豆腐皮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豆腐皮 我现在这样端着 就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浓浓的芝麻香油的味道了 光闷还不够 还要来吃一下 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吧 好 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来尝一下 现在感觉光是闻到这个香味 我就感觉有点食欲大增了 就是一入口就有那种麻辣鲜香的感觉 就是那种香味在嘴巴里面 一下子就爆发开了 对 然后这个豆皮就这样嚼着 就感觉它的口感呢也非常的筋道 非常的爽口 沿街叫卖 就地摊卖 是传统豆腐干的销售模式 虽宁的大街小巷 都从不缺豆腐生意的人 市场逐渐规范以后 挑拦售卖的场景 便慢慢地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在时代的商业浪潮下 存活下来的传统豆腐摊子 越来越少也更显得珍贵 我们家先生他们家猪猪伯伯 就是做这个传统豆腐鸽的 然后啊我嫁到他们家 也就差雨期中 其实做这个豆腐干啊 真的是很辛苦啊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高跟熟业的 晚上差不多十一二点的时候嘛 等那些居民都睡了 老百姓都睡了 然后我们才来开始操作 开始做 有时候遇到去 像电压不够 做到的过程中 又要停电 又要挑战 又要烧保险那个时候 哎呀反正很辛苦 但是啊 还是也很快乐呢 反正年轻嘛 都要付出嘛 吴杰与丈夫 就这样经营豆腐的小本生意 看似不起眼的工作 一做也是几十年 一代代的传承 一倍倍的坚守 才让穗宁人的儿时 一直都有豆腐干的陪伴 如今的穗宁豆腐干 已经不仅仅是一道地方小吃 更沉淀着人们 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它既给老一辈留下了一份美好的敬意 也给梨香油子 带去了家乡的思念 就是这样一片薄薄的豆腐干 让穗宁人有了餐餐均享时 文味归故里的感受 就是相当去在外面武功的人嘛 他们都很喜欢吃我们家乡的那种豆腐干 那种味道 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喜患 他们的赞美嘛 所以说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说我们就要努力地把它做下去 做好 做强 做大 一直传承下去 为了让穗宁豆皮为更多人所知 工厂化的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沿用传统的技法 工业化生产的豆皮的口味 在继承传统手艺的基础上 也得到了改良 深夜 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豆皮 在满负荷运作的机器中被捞起 人们翻亮着冒着热气的豆皮 与此同时 浓浓的香香气息也在整个车间里满 您现在看到呢 是我们的一个卤制车间 然后您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调料 像辣椒啊或者是一些卤制的调料 这都是我们特别的一种配方 但是我现在除了看到这里面有辣椒 花椒这些香料之外 然后我看见这个水它也是深棕色的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是的 您看到这个深棕色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卤水 这个里面有加入我们特制的酱油 那么这个酱油呢是采用我们传统的这么一种工艺去制作的 就是因为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种种的调料跟配方 才成就了我们现在豆腐干的这种口味 为了大批量的豆皮卤制 古法晒制的酱油被盛装在酱缸中 在时间中沉淀风味 搭配几十余种香辛料将豆皮烹煮入味 这是提升豆皮味道的精髓 而作为豆皮味觉灵魂的 还是它表面上的那一层红油 小木麻油香气盈郁 混合上自家的独门秘方瓢料 香气富裕色泽诱人 蘸取红油均匀地涂抹在灿黄的豆皮表面 两色混合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 更是一场令人口舌生惊的味觉盛盈 但豆干作为不易存放的食品 如何留住这份美味也是一大难题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车间 然后我们每天生产的豆腐干 都会在这边进行一个包装及真空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豆腐干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那边看到生产出来的豆腐干 现在就已经包装好了吗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这个豆腐干 现在包装完了就已经完成我们之前的全流程了吗 不是的 我们包装好了之后 会经过这个传送带 传送到另外一边去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的杀菌跟消毒 它是专门的一个工艺流程 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它有区别于可能比较大众的那种流程 我们是进行一个物理的杀菌消毒 豆制品作为一种及时美味 无法长期保存 通过当地人的不懈努力与改良 现在的豆干在通过真空包装之后 再经过高温杀菌 将保质期延长到了半年以上 同时食品的安全卫生也得到了保障 那么为了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豆腐干 我们每天生产加工流程都是在凌晨进行的 前半夜是我们煮浆 制皮这样的生产流程 后半夜是包装消毒杀菌之类的工作 我们做好的豆腐干会在清晨 运送到各个门店跟仓库 所以从天黑再到天亮 我们工厂里面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夜晚的繁忙是为了在清晨 为每一位穗宁人送上一份最新鲜的美味 当一辆辆装满豆干的货车从厂家驶出 门店便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 从小包装到大礼盒应有尽有 豆腐干作为一种高性价比的休闲零食 从不缺少消费者的喜爱 我们今天他们家来买的豆腐干干 他们也是老品牌 味道也很好 我们自己吃和送朋友 但很方便 我专门是从外地来的 我看到网上他们在说 碎宁豆腐干是很出名 我都是慕名的 我到这家店来 也给平常那个雪耀山豆腐干 确实很不错 很好吃 走在碎宁的大街小巷 售卖豆腐干的店铺随处可见 与餐饮店和超市不同 这是为豆腐干单独设立的一方天地 作为老少接仪的美食 依托庞大的顾客群体 碎宁豆腐干的生意越做越大 名号越叫越强 同时也延伸出了更多的系列产品 这里就是我们雪耀山的重点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买的就是 我们的豆腐干 豆腐乳 芝麻油 然后我们的芝麻油和豆腐乳 是我们后面衍生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们的销量也是多不错的 然后我们的豆腐干 它在水林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了 然后我们在水林这边 一共大概 这样的店面嘛 一共都大概是开了 四季家的样子 方寸豆皮在碎宁这片土地上 蓬勃生长 已足以令人惊讶 但谭春梅却不这样认为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对线下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但同时也酝酿了升级 谭春梅正摸索着 将豆干的销售模式进行转型升级 电商平台方便快捷 价格透明 多元选择的特点 深受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这也成为谭春梅 将碎宁豆干 推向广阔市场的重要渠道 我们目前的销售模式 发展上备忘 未来我们还会从产品的口味和质量方面 给予去深入研化 提升我们自己产品的品质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让更多人吸发我们水凝的豆腐干 我们需要三等 豆皮作为一种老少咸仪的食材 在独具匠心的碎宁人的手中 不断创新食用的方式 宋大厨几十年的烹饪经验里 豆制品就是他最为常见的伙伴之一 选用新鲜豆皮切出细丝 再丢入锅中焯水 勺子翻滚角度 豆皮便如同面条一般四散开来 用油的高温激发出豆瓣的浓郁香气 再加入豆豉等调料进行翻炒 随后倒入豆皮丝烹煮入味 通过勾芡使汤汁变得明稠 撒上葱姜体味 装盘之后再点缀上几片鲜嫩的鲍鱼片 这样一道麻辣千张鲍鱼片 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一道拿手菜 根据许林的特色食材 创豆腐皮 我们随着传承料理 随着美食玩研发中心 也进行主持专家 主持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研发 最近推出了一系列产品 企业产品将创新产品 第一就是我们的麻辣千张鲍鱼片 第二就是翡翠豆子菌 第三一个就是鸡河煮干丝 第四一个就是我们的北戒红烧肉 因为这几道菜品在我们推出面试过后 得到顾客的光泛人口 对我们的训练豆腐皮就进一步的生化 做了一些系列的推广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还有系列的产品的开发 对于豆腐皮的一个生计包装 进行一个打产 让更多的优客 股客 广大股客 感受到我们许林的 本土的菜色食材的美丽 一道道精致的豆制美食 成为了穗宁融通外界的桥梁 为了推广穗宁的饮食文化 打造穗宁美食文化特色 当地成立起了专门的美食文化研究中心 结合地方特色食材 延续船程烹饪技法 挖掘整理地方传统美食 并进行创新 也将豆皮与其他更多碎名好物 呈现在世人面前 那么近年以来呢 我们传染区也围绕着本地多家 豆制品的精神加工企业 建立起了围绕着我们以腐竹 腐乳 豆皮 豆卷等为重点的特色豆制品产业体系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全区的豆制品 年加工能力呢 是达到了四万吨 不仅是创造了上亿的产值 同时更重要的 也为我们当地超过一千五百名 本地的农民群众 创造了一个就近就业的岗位机会 那么其一 是今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那么其二 在生产端 我们紧密的加强与产业协会 和食品科研院所的相关合作 那么共同提升我们的产业加工能力 那么最后在消费端 我们结合农产品 出村进城 我们的项目工程 加强我们政府和运营商 以及平台之间的联系 那么进一步把我们 像在拼多多 以及淘宝 我们上面 穗宁仙的旗舰店越做越大 把我们穗宁豆腐干 我们船山豆腐皮的公共品牌 越做越想 优秀的产业 为穗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在这个特色食品领域 穗宁孕育出 像胡老七 徐老三 萧老三 等系列土味十足 也滋味十足的 休闲食品品牌 同时 这些品牌公益 被认定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先后荣获了 四川省消费者喜爱商品 以及四川省 优秀旅游商品 等众多殊荣 一粒小小的豆子 在穗宁人的手里 变得活色生香 从田间到餐桌 它一直在经历着 一个个改革与创新的过程 川人兼容并续 继承发展的品格 在这一张张薄薄的豆瓢里 体现得淋漓尽致 它们深谙 取金黄 去糟粕的道理 这是做豆子的规律 也是遵循万物有序的 生存智慧 未来 随您将丙偿产业优势 以快速超车的强劲 在行业领域 开拓更为灿烂 辉煌的 广阔田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